志浩很喜歡寫歌 他一輩子寫了好多好多的歌 相依自從上當年的第一首歌 秋天的野軍 不好意思他寫的 今天我們要唱一首 他寫的詩歌 他寫的唯一的一首詩歌 我希望他不是唯一的一首 以後會有很多很多首 就像潘昌老一樣 那麼這首歌叫做 Linsanity 我寫很多詩歌啊 你都沒有在聽啊 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都沒有關心吧 那麼Linsanity就是在兩年前 林書豪風起雲湧的時刻 我跟書豪說 你能不能寫一首歌 然後我們去教會 或者去別的地方 都可以用唱這首歌 今天下午我們就來唱這首 Linsanity 這位弟兄很不容易 他很謙卑 他最讓我們應該學習的就是一個謙卑 他球打得再好都說 我的隊友好棒 我的教練好棒 他從來沒有說 球交給我就對了 他從來不是要講話 這位弟兄是打球的 但是他的所有的一切 超過千千萬萬 好幾萬篇的講道 所以他是為主做了很大的見證 所以寧可謙卑 坐在憤土裡面 也不要靠自己的老我 老自己去上三層天 那是沒有用的 就我自己的經驗 常常會摔得很嚴重 會摔得很痛 所以我們要千萬在做的願景 來唱這首 Linsanity Linsanity